谢娜很少参加综艺节目,但是一旦参加就必定引来不少观众的关注。 更何况谢娜是与老公张姐两个人,一同参加的妻子的浪漫旅行这档节目。 但是节目的形式是谢娜与其他三位妻子一起旅行,而老公们则是在观察室中观看,因为四位妻子在节目中是住在一个民宿中。 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大家就会聚在一起互相聊天,当然是邻居睡觉,所以大家都新了装穿着睡衣坐在床上,就像好闺蜜一样在一起聊得很嗨,但是大家都素质言,四位妻子在一起研制一笔插具就出来了。 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29岁的新手妈妈尹儿,刚洗完澡穿着睡衣,披散着头发。 不得不说尹儿是真的很漂亮,就算是素质言这颜值是真的很抗打,难怪父亲伯会如此疼爱她。 高高挺挺的鼻子,大大的眼睛,尹儿就算是素质言也很有灵气。 但是没想到29岁的尹儿与37岁的谢奈同框之后就很尴尬了,因为37岁有了两个孩子,的谢奈竟然皮肤状态这么好。 丝毫没有输给29岁的尹儿,也没有被岁月亏待过,兴趣妆容的谢奈一头短发,头上带着蓝色的头绳,整体看上去很可爱,像是小女孩一样。 虽然谢奈三十七岁了,但是素质言的她很爱看,虽然笑起来眼角会有点余味闻,但是丝毫不影响她整体的颜值,能看得住谢奈对自己的皮肤很自信,就算对面有摄像机。 但是她却丝毫不在意,而是很大棒的丝毫,不变幻地面对镜头,这样的自信对女明星在娱乐圈真的很难道,难怪谢奈曾经会在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上当中卸妆嘛,对自己的颜值与皮肤状态这么自信就应该展现出来,估计这就是张杰爱她的理由吧,由内而外的自信。 当然四位妻子都是素颜,不管是英采儿还是郭小冬的妻子成绿莎都很自信,面对镜头都不怕。 果然真人秀不是一般人就能上当,不敢素颜的认真,不要轻易去挑战。 要知道曾经也是在真人秀节目中,就有很多女明星翻车了,沈梦辰就是其中一个,在真正男子汉中,半夜突然出现,皮肤有黑有光满面,与山庄之前太弱两人。 但是也有很多明星,就像谢娜一样素颜很惊艳,有迪丽热巴,杨幂,郑爽当然还有一只都很惊艳的baby,baby的颜值真的很抗打。 在节目中素颜从来都没有出过,很惊艳也很有女神发,就算是素颜也很漂亮,在女明星中能做到baby这样素颜还这么美的真的很难找,对于她的颜真的是很服气。